我没得救了 救不到了 你不要救我了 澳门不能乱 澳门千万不能乱 为什么老百姓有这个感觉 不能像香港这么乱 大家认识什么叫暴徒 什么是权力 权力和义务之间 怎么去弱势好 这个平衡的关系 现在香港太讲究 是权力没有义务 这个铁门呢 就是进入了澳门特别行政区 车队刚刚过关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两边的群众啊 他们的热情呢 你看在高楼上啊 也有很多澳门的老百姓啊 大家母队招手 我们是拿着我们自己做的晚餐啊 和一些面包送给我们解放冰啊 最新鲜的面包 所以我们最爱的对面啊 对 你没所谓 我们的中心 大家都是中国来的 今天说话的 你们就要先 好好好 考证问题我们现在海外呢 是采购的 我们不想增加国家的负担 这方面的物资 国家也都很需要 所以我们有这个义务 和有这个这样的条件去做 当我们真的全台采购有问题了 国家一定会支持我们的事情 但是我们作为澳门的国家的一分子 是国家这么缺乏 这么缺乏的情况之下 我们再问国家去拿 这个是一件很好的事 香港现在的局面对澳门会有什么影响 怎么去消弭这种影响 香港的影响四个多月了 这个台风还没过 我那时候人家问我怎么样 我说台风最大 终于有一天没过 希望它快点结束吧 那我们澳门来讲 因为每天看的是香港报纸 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担心的 因为这个副作用 会延伸到澳门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 这种暴徒的行为之后 反而对澳门可能有所紧次 我们我在竞选过程之中 我到很多地方去下基层 很多老百姓碰到我都讲 澳门不能乱 澳门千万不能乱 为什么老百姓有这个感觉 老百姓有这个感觉 不能像香港这么乱 这样子反而对我们的教育上面 我们容易一点 那今天期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澳门中学生的日常生活里面 都是人教版的课本 大家可能会问我们说 我们的考试内容是不是跟内地的不一样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老师 给我们整理的那些问答题 老师都是用繁体字教学的 不过就是在考试的时候 是允许我们用简体词作答的 再来看一下一本叫我们领一廉耻的一本书 叫品德与公民 这本书应该相当于大陆的私证课了吧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一本叫中国外交知识读本的这本书 我着重的给大家看一下两节的一个内容 一个呢 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那这一节当中呢 着重的给我们介绍了一国两制的背景 还有香港澳门回归的背景跟过程 另一个呢 是护照 这里给我们介绍了中国办法的各种合法护照 那当然也包括了两个特区的护照 这个是一个叫澳门青少年外交知识竞赛的参考书 那这个比赛呢 在我们学校是强制要参加的 希望德区政府运用这个基本法23条的这个国家安全法 令拒绝这个8月19号在奔水池这个集会 目前澳门的所有八十七所大中小诀 已实现圣将国籍 奏唱各国全覆盖 澳门的青少年必将成为爱国爱澳 奋发有为的时代动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您喜欢本期内容的话 欢迎您点赞订阅分享 并且留言评论 说出您的想法和建议 这将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那我们下一期再见